当年因为日本的核灾触动了国内的反核声浪 环保联盟就串联50多个团体 在礼拜天下午发动了大游行 上万人走上街头 反对核一核二核三厂研议 要求核四厂要立即的停建 不过就这么刚好 苏贞昌才传出22号要宣布参选总统 游行中包括了苏贞昌本人跟谢长廷都到场力挺了 却独缺早一步宣布进军2012 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走上街头就是不希望台湾变成第二个日本副道 不分男女 不分老幼 连宠物都绑上反核不条 眼看日本核能危机越野越烈 超过上万人串联反核击爆台北街头 这也是继2001年 反核团体抗议民进党政府宣布核四续建 发起万人大游行以来 民众再度调达心声 我要开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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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人认为我们过于夸大 但是现在看到日本的核灾 我们真的触目惊心 而且也觉得以日本那么严谨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台湾更令人提心吊胆 希望能建立 和 归合家园 绿云天王 苏谢都到场 独缺主席蔡英文 该不会是这礼拜 苏正昌就要投入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 所以蔡主席 干脆避开吧 因为我怀疑 那个国家院长 他们还要正式参选 这个部分 你听了觉得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期待一个 优质的一个初选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也应该予尊重 这句轻描淡写的尊重 偏偏晚了好几个钟头 才在蔡英文晚上 独自出席的公开场合中出现 还是留给外界充满政治解读的 无限想象空间 你的新闻综合报道